大家好,我是飞哥 今天我堂弟说要我帮忙做个扣肉 对我来说,这是棘手之劳而已 肯定要帮忙啊 做扣肉,选择的五花肉一定要选择 有肥有瘦,肉够厚的 就像这一块一样,太长了 给它对半切开 猪皮上还有鲜鱼的猪毛 用刀给它刮掉 放到清水中,冲洗干净 起锅,烧水 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入姜,葱,溜酒 盖上锅盖,大火烧开 水烧开以后,转小火再煮30分钟 猪肉是否熟透 就是用筷子可以轻松插肉 就可以捞出来了 下一步非常重要 准备几根竹圈 在猪皮上扎孔 不用怕把猪皮扎坏的 扎得越密越好 在伤口处撒盐 用手给它全身按摩拍打 使盐能够渗透到皮里面去 加入白醋 继续涂抹拍打 加白醋能够使皮更加的酥脆 加入米酒继续涂抹拍打 这样能使皮炸得更香 用手把五花肉摁平 再四个角 扎入四根筷子固定 这样做的目的能够使皮更加的平整 一会儿在炸的时候 皮能够均匀的泡到油里面去 锅里放上一块碟片 倒油没过一株皮即可 盖上锅盖,小火紧炸 一定要盖上锅盖 否则你就会知道 隔壁小姐姐是怎么变成大花脸的了 直到声音变小 再把锅盖掀开 把它炸至金黄酥脆 就可以拿出来了 第二种方法是热揉下锅 一定要一边手拿上锅盖 快速盖上 炸扣肉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锅盖不离手 这一块也是炸至金黄酥脆 就可以捞出来了 锅里面残留的渣 用捞泥给它打掉 先打出一部分油 再开大火把油温升高 直到冒清烟 先关火再下五花肉复炸 直到猪皮金黄酥脆 并且取很多的小颗粒 扣肉皮上炸的颗粒越多 就说明你炸的扣肉越是成功 拿出来之后 把筷子拔掉 放到一个容器里 加入热水浸泡两小时发皮 下一步我们来调一个扣肉汁 姜切成细碎 葱白也切碎 放到一个容器里 加入腐乳 南乳 猪猴酱 海鲜酱 海鲜酱 生抽 蚝油 白糖 胡椒粉 这一个是扣肉粉 调料店有卖的 广西米酒和少许鸡精 加入一碗水 用手把腐乳给它捏碎 加一点老抽调色 扣肉汁就制作好了 扣肉发好皮了之后 把它切成大块 把皮朝上 可以把扣肉切得更加均匀一些 如果是皮朝下 你看不见 拿捏不准 就会有一块大一块小的情况 切好以后 给它放到扣肉汁里 腌制入味 准备一个盘子 再把扣肉 一块一块的码入盘中 全部码好盘了之后 淋上一些六汁 水开上锅蒸40分钟 蒸好的扣肉 给它围上一些青菜 盖上盘子 给它反扣过来 我们本地的虎皮扣肉 就制作完成了 平时我们这里 过年过节 拌酒席之类的 扣肉就是这样做了 咸香入味 软烂可口 怀而不腻 如果您喜欢我的作品 请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再见